网恋女友问我 亲爱的 在干嘛呢 我脱下橡胶手套 用语音回她 再翻垃圾桶 实在是太臭了 话音未落 我好像看到了要找的东西 等我在想解释时 红色探号出现了 就在一分钟前 女友回了一句 你竟然是收费品的 分手吧 我握着劳斯莱斯的车钥匙 风中凌乱 大一的暑假 爸妈去国外旅游 抛弃了我这个唯一的儿子 为了弥补对我的亏欠 爸爸给我买了辆劳斯莱斯 说起来我是拒绝的 毕竟他明明可以给我更多 却只给了我一辆车 这天我正在打游戏 无意间匹配到一个 声音软萌的妹子 哥哥 你带我飞 好不好 这一声哥哥 差点让我原地开路 好来 哥哥这就带你和太阳肩并肩 之后就被队友嘲笑 就你这水平 还好意思带妹子 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战绩0-5 我有点不好意思 私下加妹子道歉 妹子不仅声音好听 人也心善 就算输成这样 也没跟我生气 上来第一句就是 你朋友圈发的手表 是真的吗 我不确定他问的那块 但我肯定不会带假货 就随口回了句 当然是真的 整个暑假 我带妹子从王者 一路掉到钻石 不过 她好像有点乐此不疲 我寻思 她在乎的 很有可能是我这个人 于是我在假期过半时 在手机上和她表白 可以当我女朋友吗 几乎没有一秒钟的犹豫 她立马回了两个字 可以 我抱着手机在床上打滚 哥的春天要来了 不过几天时间 我找个钥匙的功夫 刚到手的女朋友跑了 她以为我是说破烂的 就因为这个要跟我分手 还不给我解释的机会 虽然有点憋屈 但也并没有很难过 毕竟是网恋 谈不上多么深的感情 不谈就不谈呗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思绪及此 我连忙拿起新车钥匙 准备出去兜兜风 要不是我妈那套 富养闺女 穷养儿的理论 我早就拥有好几辆豪车 周一到周五不重样的选 我爸是草根出身 靠卖粉条发家 赚到钱后 开始涉足房地产 没成想生意越做越大 在A市随手一指 90%都是我家开发的楼盘 不过有钱人的圈子很玄幻 他们都瞧不上我爸 背地里说他是爆发户 上不了台面的土豪 搞得我妈还时不时安慰我爸 可人家根本不在乎 大手一挥就是一句 老子有钱 他们就是嫉妒 果然 嫉妒使人面目全非 都分回来后 我又约朋友 去五星级餐厅吃的饭 没吃几口呢 立马惊得我目瞪口呆 有人把我的游戏 只发到了表白墙上 截图上还有我的微信 昵称和微信号 说我装富二代欺骗女大学生 提醒大家避雷我 这些信息发出来 跟直接报我身份证号 有什么区别 我刚想打字解释一下 添加好友的验证信息 跟不要命事的涌来 要不是手机够贵 一定得卡死在这 我不得已把手机静音 一直到晚上才消停下来 不过半日 表白墙上已经 有人扒出了我的个人信息 有人爆出我从开学那天起 立的就是富二代人设 每个月有一百万的零花钱 一年光压岁钱就一千万 紧接着 下面还配有几张我的日常照 别说还挺帅的 就这还富二代呢 衣服上连个logo都没有 私人定制的衣服 确实没有logo呀 手表肯定是假的 我听说这款是私藏品 之前被一个隐形富豪 以两千万的价格给拍走了 说的没错 那富豪就是我爸 他手表实在太多 嫌这块不够豪气 随手丢给了我 他们爆料他们的 不耽误我在六层大别墅里起床 今天是返校日 我哼哧哼哧地拖着行李 去坐公交 要问我为什么不开车 还不是因为我妈 她不让我漏腹 怕我遭人绑架 找她骗输金 我爸告诉过我 听老婆的话会发财 我还没老婆 那就先听妈妈的话吧 嗨 我回来了 一进宿舍 我就尬在原地 原本还跟我要好的摄友 此刻都以一种怪异的眼神 打量我 我摸了摸脸 寻思我也没变化呀 助我对头的李霄 摆了我一眼 富二代回来了 富二代不开豪车 怎么坐公交来的 这语气我也没得罪她呀 我立刻反问 谁规定富二代 就不能坐公交了 摄友林涛过来 把手搭在我肩膀上 一副语重心长的模样 做人还是低调的好 一旦被拆穿 多尴尬呀 你看人家李霄 他爸给学校捐了一个图书馆 都没跟你似的 到处宣扬自己是富二代 捐图书馆 要不是我真人在这 我还真信了他的鬼话 这图书馆明明是我爸捐的 要不然以我吊车尾的成绩 怎么可能有机会 进这所私立学校 林涛还趴在我耳边告诉我 艺术学院的徐愿愿 是李霄的女神 徐愿愿又是谁 真相一层层被揭开 原来徐愿愿 就是我的网恋女友 呵 要是李霄知道她女神 喊了我一暑假的亲爱的 不把她气爆干才怪 下午我就去舞蹈教室 打算和徐愿愿 把话说清楚 刚到门口就听到有人在说话 你说那个马大伟呀 听说就是我们学校的 马大伟 这不是我吗 愿愿 你不会真被她骗了吧 怎么可能 我一眼就看出 她是个假富二代 听声音 说最后一句话的 就是徐愿愿本人了 我整理了一下衣服领子 挺直腰杆推门而入 这不是我的网恋前女友吗 跟我好的时候 一口一个亲爱的 怎么现在又不承认了 里面有五六位女同学 我一眼就认出 站在人群里的徐愿愿 跟她头像长得差不多 个高腿长腰细 乍一看还真是那么回事 徐愿愿看清我的脸后 神情纹丝不变 嘴角的不屑 都没来得及收回去 你就是马大伟 人土就算了 名字也这么的接地气 说着我就来气 名字是我妈给取的 她说这名一听 就不像是有钱人 安全 是挺安全的 就是有点掉价 输人不输阵 我耿着脖子 应对 就你这贪慕虚荣的拜金女 根本配不上爷的豪气 那你倒是豪一个 给我们看看呀 徐愿愿当众想打我脸 说起话来不仅阴阳怪气 还一副瞧不起人的架势 余光瞥见门口 有个脑袋往里探 我一把把人耗了进来 有男朋友吗 没 没有小姑娘 一看就是好学生 文文静静的 一身书眷气 给哥当女朋友 以后哥每周 给你送一次名牌 说完这话 我挑衅式的 朝徐愿愿挑了下眉 徐愿愿装作干呕一生 切 竟会吹牛 等你先把名牌 拿出来再说吧 另一位女同学 立马帮腔 你假富二代的身份 都被拆穿了 还在这打肿脸充胖子呢 要知道一个名牌包 至少也要五位数 把你卖了都不够 我 我刚想开口 倒嘴的话 又被人堵了回去 听说富二代住的都是豪宅 有本事 你也晒晒你的别墅呗 肤浅 真正有钱人都不住豪宅 我们住的都是 占地千亩的庄园 行呀 等我回去找一张 能展示我家全貌的照片 此话一出 周围人都开始捂着嘴鸡笑 尤其是徐愿愿 笑得前仰后合 马大伟 你难不成是演戏演久了 真以为自己家住豪宅了吧 哈哈哈哈 哈 你的大头鬼 我立马吩咐庄园的管家 给我发来一张全景图 转头就甩到表白墙上 反正我没有不住这里 被认出来也没关系 照片还没发出去一分钟 就有眼见的同学发现 这不是最近最火的一部综艺里 最新一期的取景吗 假图 妥妥的网图 有人还把网络上搜索出 图片的截图贴到下面 我真的是百口莫辩 综艺取景是不假 可这庄园的主人 实打实就是我爸的呀 不一会儿 网上骂声一骗 假富二代用网图骗人 被当众打脸 这年头当富二代 成本都这么低了吗 等我把白宫照片拿出来 说这是我家的后花园 也会有人信吧 人怕出名猪怕壮 我现在走在校园里 都感觉被人用眼神戳我几两骨 前脚刚进宿舍 后脚李霄就跟进来嘲讽 听说我们的富二代 今天被打脸了 疼不疼呀 他还过来做事摸了把我的脸 顺便拍了两下 这谁能忍得了 我抄起一旁的拖把 就往他身上甩 左一下 右一下 趁其不费再来一脚 直接把人干倒在地 最后朝他那张大饼脸上 催了口弹 李霄 老子给你脸了是不是 也不出去打听听 我马大尾是什么人 就敢在这埋态我 信不信我一句话 就能让你在整个学校 抬不起头来 捐图书馆的事 我回去又跟我爸确定了一次 确实是这老头出的钱 我顾及同学面子不揭穿他 还真当自己是柯聪了 坐在地上的李霄 哭哭唧唧跟个娘们似的 你竟然敢动手打人 信不信我告诉老师去 告诉老师 那可不行 我妈得扭断我的耳朵 不就是一点小伤吗 就说十万块钱的医药费 能不能堵住你的狗嘴 十万 李霄尖声重复 瞧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 我轻斥一声 对 十万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生怕我会后悔 李霄第一时间爬起来 吊出收款马 递到我面前 煞时 十几双眼睛凑过来 等着看我到底转不转 不急不慢地掏出手机 打开扫一扫 输入五个零 一个一 然后点转账 最后一刻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气憋着 我用目光扫视一圈 不想错过转账成功后 每个人的精彩表情 就在这时 安静的环境里 突然爆发出一声哄笑 看吧 就知道他是骗人的我 我定睛一看 不自觉地喊出声来 转账失败 怎么可能呢 我爸不是刚给我 打了一百万的生活费吗 最近也没什么大的开销呀 钱都去哪了 难道是我家破产了 想到这个可能 我赶紧给我妈打去电话 先探一下她的口风 为了不暴露家底 我刻意跑到楼下 找到一个角落蹲着 挂了电话 我非常的惆怅 没想到 我竟然会有这么一个妈妈 她为了贯彻穷养儿的原则 把我每日的限额 降到了五万 我还想着回去后 跟李萧说一下 把这十万块钱 分两次给她 刚来到大陆上 正碰上我新交的女朋友 在舞蹈教室 还没说上话呢 就被她给跑掉了 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呀 加个联系方式呗 回头我把礼物给你送过去 我就一点好 说到绝对做到 女同学不搭理人 绕过我直奔教室 此时上课铃声响起 我只好一屁股坐她旁边 跟着一起上课 教授看到一个生面孔 当众点名叫我起来回答问题 我用求助的目光 看向身边的女同学 只见她低着头 装作不认识我的模样 后面的男同学跟着起哄 老师 她是赵俏俏的 假富二代男朋友 我转过身反驳 我不是假的可惜没人性 赵俏俏拉了下我的衣脚 示意我赶紧坐下 此时我还想再扛两句 耳边突然想起爸爸的话 听老婆的话会发财 我赶紧坐下来 装出好好听课的样子 下课后 我一脚踩在椅子上宣布 谁能把赵俏俏的微信推给我 我立马给她转五万块钱 话音未落 刚才起哄的男同学立马举手 我有 我有 你加我我这就推给你 一手钱一手货 今日的份额 已经被我花完了 支付宝到账 五万元 从来没觉得 这个声音有如此的动听 赵俏俏急得眼尾泛红 你有病是不是 想加我直接跟我说就好了 花着冤枉钱干什么吗 我去 这还没怎么着呢 就已经开始帮我省钱了 老妈曾说过 会替老公省钱的女人 一定是好女人 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大声宣布 赵俏俏 哥追定你了 小女孩脸皮薄 骂了一句真有病就跑了出去 我嘴角勾起一抹 志在必得的笑 目送赵俏俏的身影 消失在视野里 人逢喜事精神爽 我一路哼着歌回到宿舍 刚一开门 整个人愣在原地 衣服 鞋子 抹脸油 还有床头挂着的纪念品 都被人扔在了地上 见我站在门口 李萧拽着一张脸 逆视着我 马大伟 你要是实在没钱 就不用给我了 他的视线落在地上 就拿这些东西底了吧 底了 长得丑 想得美 这些东西随便拿出一件来 我伸出手掌晃了晃 都至少五位数 李萧仿佛是听到了 世界上最大的笑话 冷声哼笑起来 马大伟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大款吗 出手就是五位数 他一脚踩在价值十二万的鞋上 来回碾压几脚 我垂眸 看着他任意妄为 眼底藏着一股邪念 李萧 你可千万别怪我 我已经劝过你了 地上的每一样东西 都是明码标价 有防围码的 等我都找出来甩他脸上 看他还怎么跟我嘚瑟 李萧 你给我等着 我放下狠话 李萧掐腰扭臀 甚是得意 等着就等着 我就站在这不动 看你能拿我怎样 这搔手弄姿的贱气模样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出来卖的灵呢 我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来 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统统扔进楼下的垃圾桶里 恰巧徐愿愿和他摄友路过 见我手里提着一双 还没来得及丢掉的鞋 顿时起了侮辱人的兴致 徐愿愿捏着鼻子嫌弃 马大伟 你不会穷到连 鞋都要捡别人不要的吧 他摄友用手挡住嘴 以最大的声音跟他说起悄悄话 我听说 今天有人充大款 花五万买了赵悄悄的联系方式 真的假的徐愿愿脸上的表情 夸张到扭曲 看不出一点的美感 土狗配傻狗 还真是天生一对此话一出 连路过的陌生人都要笑上几声 面前这张尖酸刻薄的嘴脸 和之前网上善解人意的妹子 简直判若两人 我说 你好歹也跟我在一起过 你这么说 不敢骂你自己一个样吗 你胡说八道什么 徐愿愿有些急眼 我怎么可能会跟你这种垃圾交往 骂我垃圾 你全身上下一样真货都没有 还敢说我垃圾 我看你就是假货的代言人 行走的小医乌就连这张脸 都是某整形机构出来的残词品 还好意思拿出来 四处招摇徐愿愿的摄友 挡在他身前 发出灵魂疑问 你凭什么说愿愿身上的都是假货 真的是气笑了 我亲和一声 好言相劝 女人不可以只长头发 不长见识 网上有的是辨别真假的方法 你查一下不就知道了 生怕我再说出什么真话 徐愿愿赶紧拉着他摄友就要走 看着两人步里匆匆的背影 我大吼一声 喂 过几天哥让你见见什么是真品 本来还不知道该送赵俏俏什么礼物 这下倒好 一个月都不愁了 就按徐愿愿这一身来一套 直接呼他脸上去 第一周 录的包 我不要赵俏俏这人什么都好 就是不知道什么叫怪 我指着上面的牌子 苦口婆心 大姐 四万多呢 你确定不要 要不是有每日限额 我还能买更贵的 赵俏俏短叹一声 满眼真诚地目视着我 马大伟 你要是真想追我 就踏踏实实地对我好 不是那种爱慕虚荣的女孩 你买的这些东西我用不起 也配不上怎么会配不上 我立刻反驳 哥的女朋友 配天配地 都绰绰由于我的豪言壮志 成功把赵俏俏逗笑 他一边抹着眼角笑出来的泪花 一边把包推给我 你赶紧去问问 还能不能退了 来之前我打听过了 赵俏俏是学习委员 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的本校 我爸妈要知道 我找了个女学霸当对象 得去我家祖坟上三炷香 赵俏俏我收起吊耳郎当的态度 跟他一样认真 搁送出去的礼物 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 你要实在不喜欢 就放在柜子里落灰 我把包塞进他怀里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逃走 根本不给他再次拒绝的机会 跑远后 我回头看了一眼 赵俏俏穿一身浅色运动装 砸着高高的马尾便 脸上挂着干净又无奈的笑 妈呀 这才叫女神好不好 晚上 我送给赵俏俏的包 就被人挂到了表白墙上 素来为官 贾夫二代送的假包 李肖幸灾乐祸地笑道 就你还想追学习委员 也不看看自己肚子里有几两墨水 你这头刚把包送出去 人家转头就把你给卖了 赵俏俏卖我 我不信 我掏出手机 犹豫着要不要问个清楚 刚打开输入框 就收到一条信息 赵俏俏 对不起对不起 听这意思 还真是他 我以最快的手速回到 别以为一句对不起 哥就会原谅你 他见他的可是我的真心 好吧 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那我们以后就不要再见面了 靠靠靠 我的恋情怎么都这么曲折 一个两个的都跟有病一样 我回 那你把包还给我吧 坚决不能当冤大头 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包挺贵的呢 赵俏俏没回 心虚也是跟他们一样 笑话我没钱还空 四日一大早 我人还没醒呢 就有个重物砸在我脸上 病惊一看 是包 李肖趴在我床头 李一道 你还真是多奇葩呀 送出去的东西还能再要回来 不就是个假货 能值几个钱 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嘛 我仰躺在床上 无语至极 看来赵俏俏压根就没有打开过 哪怕他看一眼 都不会把我给卖了 上课的路上 我碰到赵俏俏都下意识地绕开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莫名的心虚 因为他一看见我 眼圈就红 我寻思我也没说什么重话呀 做错事的人是他 他跟我委屈个什么劲 下课后我准备去超市买水 老远就看到赵俏俏和徐远远走在一起 心中的疑惑瞬间解开 原来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一伙的 心里憋着口闷气 怎么想怎么不痛快 我准备先回家一趟 把我的劳斯莱斯开到学校来训一圈 堵住这群势利眼的嘴 刚把车钥匙偷出来 迎头就碰到我妈 我大儿子回来了 正好我出去有事 你开车送我一趟 不是 妈我把车钥匙藏在身后 我也挺忙的 你找家里司机送你不行吗 司机请假了 我妈一边在门口换鞋 一边催着我赶紧出门 劳斯莱斯是开不上了 我只能开着我家的保姆车 把我妈送到学校附近的高级美容店 到达目的地后 我下车帮我妈开门 九十度弯腰把我家皇后娘娘拆下车 腰还没来及的直溜起来 就听到耳边炸开一声尖叫 马大伟 我心叹 还真是冤家路产 抬头望去 真是徐怨怨 一脸的浓装 上衣露起小吊带 下面小短裙 这打扮 是谁说会好看来着 胳膊上还挽着一个熟人 李霄 我好奇发问 你俩 这是好上网 李霄甩了甩头发 摆出一个自以为很帅的动作 比九十年代的沙埃家族还要土 怨怨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她了 好 眼霸总 谁不会 我用低沉的嗓音 发出一声气泡音 放心 这个女人我已经不感兴趣了 徐怨怨被我恶心到 低声咒骂 你有病吧 我看你俩才有病呢 甲富二代配甲千金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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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脸 李霄挽起袖子就要跟我下架子 被徐怨怨拦住 只见她把视线落在我身后的保姆车上 眼角上挑 满脸鄙视 马大为 你跟刚才的傅太太是什么关系啊 司机 还是被包养的小白脸 李霄翻白眼挖裤道 叫她这副小身板 顶多是个司机 徐怨怨捂着嘴 恍然大悟 又是石破烂 又是当司机 难怪一个破包都得要回去 看来你真是穷到接不开锅了 我用力拍着车屁股 气到声音发颤 这车是我家的 我家的车啊 对对对两个贱人一口同声的戏血 你说这就是我 拳头都硬了 不等我再强调 两人大笑离去 还真是下水道里的区 臭味相投 我仍还没到学校 就看到表白墙上多了张 我扶扶婆下车的照片 下面突然多了条评论 马大为之前送赵翘翘的包 我查过确定是真的 看看看 人间自有真情在 还是有人眼不瞎的 没得我开心一秒 后面又紧跟无数条留言 难怪有钱买真的 原来是被富婆包养了 包养 我看是偷的吧 用富婆的钱 养别的女人 兄弟乃神人呀 我去上课 老师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课后 我被导员叫到办公室 马大为 你好歹是当代大学生 你不要面子的吗 老师 此话怎讲 他把昨天的照片展示给我看 你要真缺钱可以跟老师说 老师能帮 肯定是会帮到我眼角抽搐 鼻腔冷横 老师 这个女人是我妈 经过半小时的推心置腹 老师终于相信 我真没有被富婆包养 我也饿得鸡肠鹿鹿 垂头搭脑的来餐厅吃饭 端着餐盘找空位时 一眼就看到孤单一人的赵俏俏 我正准备躲着走 身后就出现了李霄和林涛 他俩推着我坐在赵俏俏的对面 赵俏俏头也没抬的 端起盘子就要走 压根没打算搭理我们 就在这时 徐愿愿也从一旁走近 一把按住了赵俏俏的胳膊 正好人都到齐了 我有个好事要宣布 徐愿愿养着下巴 神情十分的得意 我已经跟我爸说好了 周末可以带大家去参观我家的公司 我脱口而出 你家的公司 李霄目录比一的递了我一眼 这你都不知道 愿愿是华盛集团董事长的女儿 名副其实的千金大小姐 有多少毕业生挤破脑袋都想进华盛 愿愿能让我们提前去参观 是我们的荣幸华盛集团 仅次于我家集团的 本是第二大上市公司 像这种公司 没有员工牌是进不去的 徐愿愿能带这么多人进去参加 难道她真是董事长的女儿 林涛偷偷戳了一下我的胳膊 递了个眼神给我 去 当然要去不去 怎么知道徐愿愿到底是不是真千金 前几天我还听我爸无意间提起 有让两家联姻的想法 我瞄了眼徐愿愿那张盛气凌人的脸 内心生起一股恶寒 我不惧格外突兀的声音响起 原来是赵俏俏 徐愿愿那会给她逃跑的机会 威胁着她要是不去 就把她的秘密说出来 赵俏俏一听到秘密两个字 瞬间脸色微沉 勉强答应 我也很好奇 这秘密是什么 晚上我躺在宿舍床上无聊刷手机 突然屏幕上面推送来一条新闻 华盛集团开放日定于本周末 现在可以预约报名 我头顶挂起一排问号 当即点开查看详情 刚看完第一行字 微信又发来好几条新消息 我关上新闻界面去看消息 是徐愿愿特意建了个群 把大家都聚到一起 徐愿愿 现在大家把各自的身份证号发到群里 我 要身份证号干什么 李肖 你以为华盛集团是随便就能进的 当然是提前做好备案了 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我不信 我重新回到新闻界面 点开下面预约报名的链接 报名信息需要提供学校 姓名 后面就是身份证号 我把链接甩到群里去 当场揭穿 我已经自己报名了 就不麻烦徐大小姐了 群里一下子安静起来 我躲在被窝里憋笑城区 什么董事长的女儿 还特意带我们去参观 周末本来就是华盛的开放日 只要报名就能去 想到这 我又在下面补偿一句 想去的自己报名就好 我们就不欠徐大小姐的人情了 免费的东西拿来送人情 徐愿愿的脸皮比城墙都厚 李肖 大家还是不要随便填得好 都是个人信息 别被人骗了都不知道 我 眼睛用不到就捐了吧 给个好好看看 这是官网 徐愿愿 马大伟你确定不用我带你进去吗 到时候要是进不去可别再找我 我 我要是进不去 好 记住你说的话 我 我要是进去了 就让你男朋友跪在地上给我唱征服 林涛 就这么说定了 嘿 关键时候出来当脚屎棍 赵俏俏怎么一直不说话 没看到还是也想看我道理吃屎 周末如期而至 早上我说到我爸发来的一条信息 让我晚上好好收拾一下 他要带我去赴一个很重要的宴会 说是宴会 其实就是一场详情会 红门宴呀 我虽然口头答应着 但是内心却十分的抗拒 要不是我爸承诺再送我一辆车 我是肯定不会出卖色相的 男人对社的执念 就是 你懂吧 十点左右 我们一起打车到华盛楼下 当我和徐愿愿一起 把报名成功的短信 递给前台审核时 大家的目光瞬间集中在一人身上 我冷笑道 你不是有关系吗 怎么还跟我一样 需要提供报名信息呢 徐愿愿尴尬的不知如何解释 我继续挖苦道 没有那金刚钻 就别懒着瓷器活 李肖见不得女朋友为难 上前替她解围 华盛是非常正规的企业 邪逆着她 我看你还是先过好你自己吧 想想一会怎么跪在地上唱征服 李肖不服 催着徐愿愿 你赶紧给你爸打电话 笑人过来把马大为赶出去说完 一脸嚣张 用鼻孔对着我 徐愿愿缓过神来 也恢复了高人一等的气势 好 我这就打电话 我一听 差点闪到腰 她还真把电话拨了出去 不会真有关系吧 想到我爸的那条信息 我现在连车都不想要 只想逃 今晚的乡亲宴 相得正式化胜董事长的女儿 谁都行 就是不能是徐愿愿呀 我在心里无声呐喊 与此同时 徐愿愿的声音响起 陈哥 我是愿愿呀 对 我们到了 但是有个人我不认识 她想跟着一起混进来 你可以过来把她赶出去吗 挂了电话 徐愿愿看了我一眼 眼底一片歧视 这种小事就不用麻烦我爸爸了 我找别人来也一样 李肖立马狗腿时的附和 对对对 谁来都一样 只要能把马大为赶出去就行 这时 赵俏俏难得开口 李肖 你该不会以为攀上了徐愿愿 毕业后就能进化胜罢我 目光短浅了 原来李肖还打着这个主意呢 难怪舔狗当得如此顺其自然 问心无愧 一心一意 李肖一把搂住徐愿愿的肩膀 怒对赵俏俏 我俩的是 关你屁事 我看还是把你货马大为一起赶出去的好 省得在这碍眼不用你赶 我们自己走 话落 我就被赵俏俏拉了出去 我说 我还想看李肖跪在地上唱征服呢 赵俏俏不说话 闷着气一个劲的朝前走 我颈椎两不赶上去 挡在他面前 大姐 我都没生气呢 你气什么呀 赵俏俏眼尾泛红地望着我 一顺不顺 盯得我心底发毛 一阵心虚 马大为 包的照片不是我发的 什么意思 赵俏俏在跟我解释 我一个大男人 跟人家女孩计较个什么劲 大方表示 没事没事 都过去了赵俏俏话风突转 今晚我要去相亲 你说我该不该去 合适吗 彼时公交车正好到站 马大为 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 赵俏俏带着哭腔的声音 被风吹散 我愣在原地 一脸的莫名其妙 公交车与我擦肩而过 我看到赵俏俏的脸颊上 挂着晶莹的泪珠 哭了 我摸了摸心口的位置 有点慌 我爸打来电话 嘱咐我今晚的宴会一定不能迟到 爸 我不想去了停顿几秒后 传来我爸的暴怒 好你个兔崽子 你要是赶不来 看我怎么收拾你 小时候抱着人家小姑娘的脸丸青青 还说什么长大了要娶她当媳妇 现在我把媳妇帮你拐来了 你就给我玩耸是吧 我无语 爸 我不是耸 我 嘟嘟嘟 挂了 我只是突然发现 好像喜欢上了一个女孩 我把未说完的话 放在了心里 目光不自觉地看向公交车离开的方向 有个小人在脑海里挣扎 追 还是不追 正当我伸手准备蓝车时 一辆黑色卡燕停在我面前 车窗落下后 李霄一张笑成花的脸突然出现 怨怨的爸爸派车送我们回学校 一急走吧 我抬腿踢了下车胎 轻则道 不用 你们先走吧 我还有事徐怨怨把头伸过来 撇了撇嘴 你还没坐过这么贵的车吧 错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我吃笑 怎么 话上明天就要倒闭了吗 李霄眼皮上翻 脑子有病 师傅我们走 别管这神经病 司机开车走后 我顺手拍下了车牌号 上网一搜 果然不出所料 我把链接甩到群里 徐怨怨 你家的车还对外出租呢 估计在边说辞呢 一时半会也没人搭理我 正当我思考 要怎么委婉地告诉我爸 今晚的宴会 我可能去不了了 消息还没编辑完 又有一辆车停在我面前 嗯 这辆眼熟 我爸的汗马 我掉头就要跑 没出去两步远 就被一位五大三座的保镖 给滴溜了回来 我冲着坐在后座的中年男人 悠悠地喊了声 爸 就知道你小子不想去 还好我有你的手机定位 上车 赶紧走 去完了我托你层皮 我爸说起话来 跟放炮似的 中气十足 等我灰头土脸地 跟着我爸到达酒店后 才发现本场的女主角爽约了 翘翘今天学校有事 赶不过来了 我站在后面独自庆幸 哈哈 来不了正好 反正我也不是很想见等等 不对啊 翘翘 不应该是怨怨吗 叔叔我小声询问 你女儿叫什么名字呀 眼前这位儒雅的中年男士 正是货真价实的华盛董事长 他笑得憨态可居 我女儿叫赵翘翘 你们小时候还在一起玩过呢 后面一聊 华盛董事长的女儿 竟然和我是一个学校的 就说巧不巧吧 要是此赵翘翘 就是比赵翘翘 那就更巧了 原来会伴猪吃老虎的人 不止我一个呀 这人要是低调起来 狗都赶上来踹一脚 晚上跟着我爸回家 我偷偷溜进我妈的衣帽间 顺走了一块手表 我妈的表一般都是百万起步 而且数目众多 少个一两块的 她根本不会发现 牌子我也不认识 就随便找了个盒子 先装起来 第二天上午趁课间时间 我把包装带碰的一声 处在赵翘翘面前 这是哥送你的第二份礼物 一周一见绝不重样 赵翘翘眼不离书 面色冷淡的开口 我可不敢烧 别回头再跟我要回去 我被他的话 搔得脸红脖子粗 哥错了 上次这不是误会你了吗 不过这也不能全怪我呀 你也没跟我解释 是不是周围同学见状跟着起哄 哟 马哥 这次送了什么假名牌啊 我白手道 去去去 老子什么时候送过假货 这边的笑声 引来了正好路过的徐岳岳 她走进来想看我笑话 大红唇一开一合 马大伟 敢不敢让我们看一下 你送的东西啊 余光从徐岳岳的腿上飘过 又白又长 昨晚李湘没回宿舍 两人玩得还挺花 这有什么不敢的 我刚把手伸进袋子里 就被赵翘翘按住胳膊 她全身散发出寒气 语气冰人 我的礼物 还轮不到你们来 品头论足的我心肩一颤 这丫头 还知道护短 徐岳岳的眼底蒙上一层轻面 我们是担心你没见过真品 再被马大伟给忽悠了 赵翘翘冷笑回对 你放心 我只要见到你 就知道假货长什么样子了 你身上的这款香奶奶外套 款式仿得挺真 但是内衬的质量太差 脚上的CI是前年的旧款 红鞋底是她特有的标志 但是今天刚下过雨说着 她把视线落在徐岳岳的身后 所以 你的鞋有点掉闪 大家瞬间把目光 聚集在地上的两排红鞋印上 掩着嘴盒身边的同学小声议论 徐岳岳不是自称千金小姐吗 怎么也会穿假货呀 我看八成是骗人的 我们又没见过她家多有钱 徐岳岳的脸色变了又变 最后无视大家的指指点点 非要打开我的礼物看看 说我身上的是假货 我倒要看看马大伟送给你的 又有多针赵俏俏不让 两人就开始了拉锯站 不知谁先松了手 礼盒掉在了地上 发出多暗的一声 我急忙弯下腰捡起来仔细检查 表盘上肉眼可见的一条裂痕 赔吧 我把盒子递到徐岳岳面前 徐岳岳不屑地倾笑道 你说多少钱 我马上赔给你同学假幸灾乐祸的举手 我来帮你们查一下 只见她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 一分钟不到就听到一声惊呼 三百万 疯了吧 徐岳岳一听 脸色输得变成猪干色 三百万 开什么玩笑呢 一个房品而已 最多三百块钱只听叮的一声 我手机上收到了徐岳岳的三百五十块钱转账 多的那五十就全当是精神赔偿了 有空去看看脑子 别总是假想自己是富二代 我不急不慢地把手表收好 然后拨打了 报警电话 今天谁都别走 因为警察叔叔来了 愿意帮我作证的同学 事后每人一万元感谢费 徐岳岳不屑地气了一声 转身就要离开 我在她身后高呼 帮我拦住徐岳岳的 每人再加一万 赵俏俏偷偷拉住我的一脚 小声说道 算了吧 大家都是同学 别说是同学 亲兄弟也得赔 赵俏俏眨了眨眼睛 不大相信的样子 你真舍得送我这么贵的礼物 我拍了拍胸铺说 只要哥愿意送 三千万都舍得赵俏俏听后下意识地问 我昨天为什么还去相亲 他怎么会知道我昨天去相亲了 我心虚地瞅了他一眼 难不成他会读心术 能听到我内心的前台词 不对啊 听这话的意思 昨天的相亲 他明显知道要去的人是我 我想了想 如实回答 我那相亲对象昨天没去 他却不去是他的事 但是你去了 看着赵俏俏生气跑开的背影 我纳闷的挠了挠头 去不去的 不都他吗 这有什么可生气的 等警察叔叔来后 我把刚才的情况详细解释了一遍 警察叔叔问 你确定要报警我点头 目光坚定 三百万 他必须得赔 手表被带走做鉴定 结果三天后出 到时会让当事人按照要求赔偿给我 学院院到现在还不相信一块表 真值这么多钱 抱着警察叔叔的胳膊撒起脚来 马大伟就是个捡破烂的 肯定买不起这么贵的表 就别浪费国家资源 做什么鉴定了 我已经赔给他三百五十块钱了 足够再买一个新的警察叔叔 可不吃他这套 摆下他的身子一再强调 我们会随时给你打电话 记得及时接听三天后 鉴定书和赔偿通知书 都送到了学院院的手里 他彻底傻眼了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赵俏俏 他在宿舍楼下堵住 马大伟 你把手表弄坏了 你妈不会揍你吧 我疑惑到 你怎么知道 这表示偷拿我妈的赵俏俏 骂我没脑子 注定住孤生 不是 我怎么就住孤生了 还是说我追他追的 还不够明显 想到这点 我立马在网上搜索求爱攻略 赤巨资定制了一系列的求爱套餐 副馆后 我已经开始幻想起赵俏俏 一点会被我感动的稀里哗啦 一路傻笑着回宿舍 推开门后是真傻了 明显被人整理过的桌面 干净的床单被罩 阳台上还有一排我的袜子 谁干的 是我 李肖从卫生间探出头来 我貌似看到他手里 还攥着我的卡通内裤 我上前一把夺过来 面红耳赤的骂道 你变态吧 没事给我洗什么内裤 李肖左右看了几眼 随后把我拉到阳台角落里 只见他点头哈腰 双手合十做出求人的姿态 原来是他逞能答应徐愿院 帮他解决手表的事 还拍着胸脯保证 一定会说服我放弃赔偿 我说我抱胸靠在墙壁上 嘴角露出一丝倾笑 你俩一个自称是 捐图书馆的富二代 一个自称是 上市集团董事长的女儿 不会连三百万都赔不起吧 文言 李肖猛然挺直腰杆 恢复了往日的清高 双目英智乖丽 马大伟 我猜你这表是偷的吧 凭你也能买得起三百万的表 信不信我反告你入室盗窃 有些人还真是的 承认别人比他优秀 很难嘛 我推开眼前的肉衫 无所未到 你想告就告 但是告之前 记得先把钱还上 余期未还 可是会被列入老赖的名单 毕业后别说找工作 恐怕连捡破烂都没人要 哦 忘了 我回头继续说道 人家是千金小姐 估计是没有找工作的烦恼 经过这次的交流后 李肖开启了早出晚归的生活 林涛偷偷告诉我 李肖是出去做兼职赚钱了 我也不想去看笑话 可是就这么巧碰上了 服务员 点单 您好 请问一共几位 我一抬头 竟然还是熟人 李肖见客户是我 掉头就要走 林涛半开玩笑的问他 你这是富二代 出来体验生活吗 李肖又折返回来 把菜单拍在桌子上 神色异常淡定 我只是不想跟某些人一样 只会伸手跟家里要钱 像我们这种有钱人的家庭 对子女的教育 都是很严格的 我和林涛相识一笑 嗯 确定够严格的 连生活费都要自己赚 李肖从嗓子里 发出一声冷笑 真正的富二代都是很低调的 不会像你这样 只会假扩绰 我单手脱塞看向他 有本事你先拿出三百万陪我 再来说我假扩绰 林涛点头配合 对对对 你来表演个真扩绰 让我们也常常见识 李肖被我俩一人一句说的 有些站不住脚 听到有人喊服务员 立马灰溜溜的逃走 我现学现卖的 把李肖兼职的照片 发到表白墙上 真富二代在餐厅当服务员 体验平民生活 有人在评论区问 他是哪门子的富二代呀 怎么没听说过 我留言 据本人亲政 学校的图书馆是他爸捐的 有人回到 骗人的吧 我刚上网查过 捐图书馆的明明是 地产大乐马之强 这不说还是网络时代好呀 想知道什么一查就知道 李肖回来的时候 还不知道表白墙上发生的事 从口袋里掏出一万块钱 扔到我床头上 这钱先给你 剩下的我慢慢再还 先不问他 为什么要帮徐月圆还钱的事 就说这一万一万的还 得还到猴年马月去呀 李肖 你要是实在没钱 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抵债李肖眼睛一亮 换一种什么方式 只要他能连续一个月 每天去把全校垃圾桶里的水平捡出来 我就可以免了他的赔偿 现在全校都知道徐月圆是李肖的女朋友 要是李肖去捡垃圾 不等于直接打他的脸 光是想一下 就觉得真爽 李肖狠了狠心 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形 我一听 差点吓到飞起 你吃错药了 一个徐月圆而已 至于你这么舔他吗 李肖没告诉我 但是我无意间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当天晚上李肖提前找徐月圆解释从明天开始剪破烂的事 我正好坐在楼梯的拐角处抽烟 一边搜表白情话发给赵俏俏 徐月圆拿桥道 你没钱 可以回家跟你爸妈要呀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么丢人的事情 李肖无奈 月圆 我爸妈不允许我大学期间谈恋爱 要是被他们知道我们在一起 一定会想办法把我送出国的徐月圆 你要是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怎么能让我爸对你有个好影响呢 李肖 你确定我帮你把钱还上 你爸爸就会接受我当他的女婿 后面的话 大概意思就是徐月圆PUA李肖 只要她肯在她身上花钱 一定能娶到上市集团董事长的女儿 李肖也不甘示弱 表示只要徐月圆是真心爱她 一定会让她成为豪门儿媳 一直到烟头烫到手 我才回过神来 不自觉的鼓掌称赞 厉害厉害 他俩要真能结婚 我一定奉上一份大礼 这时赵俏俏也回过来信息 你还没解释清楚 为什么会答应去相亲 这题比高中的线性代数都难 我斟酌用词 因为知道是你 所以才回去 赵俏俏 放屁 你压根就没认出来 我去 学霸也会说脏话的吗 我回 谁说的 我见你第一眼就知道是你 小时候追在我屁股后面喊哥哥 长得跟个肉包子似的 要不是赵叔叔亲口证实 我能认出来才怪 但是话不能说得太实 我继续回他 你长得跟小时候几乎一模一样 怎么可能会认不出来 赵俏俏 你发誓说过的每个字都是真的 女人 真难伺候 我发誓 但凡有句假话 就让我每门功课都挂课 我嫌打字太慢 直接跑到赵俏俏教室门口 等着他下课 哟 马哥 来等马嫂吗 我眯起眼笑得没心没肺 麻烦同学一下 帮我喊 我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一声突兀的破音 马嫂 马哥来找你了 这跟当众把我裤子有啥区别 我脸皮后在乎 可赵俏俏的耳根都红透了 他这么低调的一个人 要是被吓跑了怎么办 见好心同学还想再喊 我立马捂住他的嘴 别喊别喊 我自己过去就行 脚还没来计台 就突然涌上来一群人 围着我问 马大伟 徐愿愿真欠了你三百万吗 啊 对对对 马哥 你真的是富二代吗 啊 对对对 你真跟徐愿愿在一起过吗 啊 对对对 我脑子一抽 这不对 可千万别瞎说 我家俏俏会吃醋的 周围唏嘘一片 嗷到 赵俏俏在前面跑 我在后面追 最后 我终于在超市门口 把他堵住 一出口 我就想删自己 都是成年男人了 怎么可能不知道 黑色塑料袋里会装的什么 果然 成功得到赵俏俏一个白眼 滚开 别挡路 我不死心地继续追 边走边问 俏俏 那天去华盛 你为什么要跟我一起走 为什么不直接撕开 徐愿愿的真面目 让大家都知道 你才是董事长的女儿 走着走着 赵俏俏突然顿足 转过身反问我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家 你是真的富二代 我想也没想的脱口而出 我怎么没说 就是他们根本不信话落 我恍然大悟 对哦 赵俏俏比我还低调 那就更没人信了 原来你也是没人相信 赵俏俏举起手来 狠狠弹了我一脑瓜崩 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压根不想让人知道 他举了李霄的例子 要是被人知道 他的真实身份 只不定有多少李霄围着他转 试图欺骗他的感情 博取他的信任 然后利用他进化圣集团 原来你也知道 李霄对徐愿愿图谋不轨 赵俏俏和路过的同学 打了个招呼 又继续回答我的问题 李霄是什么目的 徐愿愿又是什么目的 他俩一秋之河 算不上谁对谁图谋不轨听完 我不得不伸出大拇指 大赞一句 通透 眼看着赵俏俏就要进图书馆了 我急忙拉住他 最后问道 到底要不要当我女朋友 劳烦您给句准话 赵俏俏无情地推开我的手 等下次考试 如果你都没挂科 我就答应你 一言为定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路过的同学笑我们幼稚 我却在心里乐开了花 青梅竹马照进现实 这么浪漫的故事 不是每个人都能懂的 我立马百米冲刺回宿舍拿课本 再屁颠屁颠地去图书馆 找赵俏俏补习功课 路上不小碰到了徐愿愿 她像是在特意地等着我 有事 我见实在是躲不过去 冷着眼问她 徐愿愿今天刻意打扮过 连说话的声音 都跟当初网恋时一样温柔 马哥 我想请你一起吃个饭 跟你赔礼道歉 我推手拒绝 别 钱的是没得商量 你还是尽快如数打到我卡上吧 徐愿愿娇称道 人家不是想跟你说钱的事 当初跟你分手 我是有苦衷的 人家想当面再跟你解释一下 我立刻冷下脸来 声音忌惮 什么分手不分手的 我们可都没承认在一起过 不就是嫌疲爱父吗 还能解释出花来不成 徐愿愿顶着胸前的两坨大肉 就往我身上蹭 马哥 这一声带颤的尾音 叫得我耳朵发麻 差点把隔夜饭抹出来 我刚想着 把挂在身上的徐愿愿扒下去 耳边就炸开一声怒吼 马大尾 映入眼帘的是赵俏俏 一张愤怒至极的脸 我 我可以解释 但是赵俏俏不肯听 聊开腿就是跑 这边徐愿愿还死死抱住我的腰 根本不给我追上去的机会 徐愿愿 你要是再不放手 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 极限拉扯之下 徐愿愿眉头眉脑地喊了一句 马大尾 我怀孕了 我 不远处 我看到又折返回来的赵俏俏 跟我一样弄在原地 周围还有无数双眼睛望向这边 一副吃瓜群众的表情 我脾气彻底爆发 一把将身上的女人推倒在地 声嘶力竭地呐喊 你怀孕关我屁事呀 又不是我搞的 敢往老子身上泼脏水 信不信我找人弄死你 人在极度愤怒的时候 说出的话都是不走心的 我肯定不敢弄死他 但是我得在赵俏俏面前自证清白 徐愿愿坐在地上摆出一副受伤的表情 弃声指责 马大伟 你这是想提了裤子不认账吗 我认你妹的账 没心情再跟徐愿愿掰扯 我第一时间冲向赵俏俏离开的方向 满脑子都是他最后眼圈泛红的委屈模样 赵 转弯处 我终于发现赵俏俏的身影 刚想开口 就看见赵俏俏一头扑进一个男生怀里 定睛一看 还是我认识的人 学生会主席巡验 学校里一直有个传闻 男学霸巡验 与学霸赵俏 好称双霸合并 我及时杀住脚步 自嘲地笑了笑 什么考试不挂科就答应当我女朋友 原来就是委婉地拒绝我 全校谁不知道 我马大伟是挂科技的元王 要想全科通过 比登天都难 学霸逗人玩的方式 还真是别拘一格 我转身垂头丧气地离开 不想再多看一眼 心情低落到极点 只想找个人痛快地打一架 恰好这时 有位路过的同学不小心踩了我一脚 此人前几天还笑话我是假富二代 正好找准油头 我把人给揍了一顿 第二天 全校通报批评 外加记一次警告 哎 心情更加的不好了 赵俏俏还发信息挖苦 马大伟 没想到你就这么点出息 嘿 我说 学生会主席有出息 你去找他 郁闷 和赵俏俏之气的第二天 徐愿愿坚持不懈地在家我好友 绿茶想吃回头草 也得看歌愿不愿意 我通过后 直接问他 有什么事 快说 徐愿愿问 你家真有庄园吗 没有 豪车呢 没有 你该不会 真是假富二代吧 真真的 比黄金都真沉默了两分钟后 徐愿愿回到 我就知道 我肯定没看错 你一定是骗人的 对对对 大姐您火眼金金 一眼就认出我就是个穷光蛋 等我再想回 迎接我的又是一个大红色的探号 我去 这娘们 真现实 李霄捡完瓶子回来 倒头就睡 看来最近把他累够呛 全校的搭机桶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翻一遍至少要三个小时 他又不敢偷懒 因为我雇了三个人去监督他 一天一万 有的是人抢着干 时不时的还会有同学上前关心 富二代出来体验生活了 骚得李霄脸红脖子粗 恨不得一头钻进垃圾桶里 还有人就是重提 听说你爸给学校捐了个图书馆 那你为什么跟你爸不一个信啊 后来 学校又传出李霄是富豪私生子的传闻 我盲猜是李霄自己传出来的 因为谎话实在不好远回来 只能出此下策 这天回来 我发现我要送给赵俏俏的护肤礼盒不见了 林涛 你见过我放在这里的盒子吗 根据我的描述 他说早上看到李霄提着一个类似的盒子出门 等李霄回来 我又问了他一遍 他搓着手 有些含糊不清地说道 你们不是闹翻了吗 还送什么礼啊 我无奈道 就算我们没在一起 这东西也是我的 你不问自取就叫偷 李霄爬上床猛起头 一副你能带我盒的驾驶 我 我只好又找代购买了套新的 当着李霄的面扔到垃圾桶里 赵俏俏也不收 我留着也用不到 不如扔了算了 到了晚上 垃圾桶里的盒子消失不见了 林涛可惜道 依靠护肤品不便宜吧 你说扔就扔 我拍着他的肩膀安慰 放心 有人会回收利用的三天后 我独自一人在餐厅吃饭 李霄带着徐愿愿过来找我 徐愿愿戴着口罩 也挡不住那一眼的笼包 李霄上来就是一句质问 马大伟 你买的护肤品不会是假的吧 我用筷子戳着盘子里的金胶 漫不经心道 真的假的 管你什么事 徐愿愿一听 着急插话 怎么不管我们的事 你看我的脸 就是被你的化妆品给毁的 我放下筷子 双手脱着下巴 细细打量起他的脸 又红又肿 还有不满白头的笼包 乍一看 怪恶性的 徐愿愿 你这 我目录嫌弃 差不多等于毁容了吧 李霄指着我鼻子骂 马大伟 你这人心肠真是歹毒 鼻了一声 摊开双手 你也说了 我本来就是要送给赵俏俏的 谁让你们偷偷拿去用的 现在弄成这样 只能怪你们自己手见 徐愿愿扶着口罩威胁我 马大伟 你要是不赔钱 我就去告诉赵俏俏 你送给她的护肤品是假货 不用说了 我已经知道了 赵俏俏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 惊得我汗流加倍 不会这么巧吧 我心虚的回头确认 还真是这么的巧 赵俏俏走过来 端起我面前的豆浆 毫不留情的泼了我一脸 徐愿愿说的没错 要不是她 现在毁容的人就是我了 马大伟 没想到你既然是这种人 我不过就是没有答应你的追求 你就对我的脸下死守不是 我 此话怎讲 豆鹅来了都没我冤 赵俏俏被徐愿拉走 临走时 徐愿还回头朝我挑衅的 竖了个国际友好手势 要不是被徐愿愿和李肖拉着 我高低要跟学生会主席 用拳头分出个高低 马大伟 我的脸变成这样 你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 我不耐烦地问她 你到底想要什么说法 徐愿愿借机发挥 我欠你的三百万 就全当赔偿了 你这张整容脸 哪里值三百万了见我不同意 徐愿愿又指着肚子笑得一脸得意 你要是不同意 我就告诉大家我怀了你的孩子 看照俏俏还肯不肯原谅你 就知道她会来这一出 我立马把之前拍好的视频拿出来 李肖和徐愿愿看过内容后 脸色巨黑 一点都嚣张不起来 马大伟 算你狠 我跟你没完两人前脚刚离开 后脚表白墙上又掀起一股浪潮 马大伟求爱不成 心生报复 无辜路人险遭伤害 徐愿愿还是美妆博主 在直播间痛施我买假货害人的事 我根本不再怕的 直接买水军把她的直播间举报到封号 辛辛苦苦才积累到万分 说没就没了 徐愿愿哭都没得去 听说为了帮徐愿治脸 李肖私下找人借了网贷 真好奇徐愿愿给她灌的什么迷魂汤 让她这么死心塌地的对她 我陪我妈去美容院 正好碰到躺在美容床上的徐愿愿 享受过顶级服务的脸 确实是恢复了不少 金牌销售正在给我妈推荐一套新出的护肤品 其中有一些就是驱动 经过我好心地提醒 金牌销售最终把目光放在了徐愿愿身上 等她走时 手上明显多出一个手提袋 据说这一套下来 至少六位数 最近徐愿愿就跟突然报复一样 身上的假货都换成了真的 顶级美容院说进就进 高档护肤品说买就买 我甚至怀疑 她不会是有什么搞钱的特殊渠道吧 徐愿愿从美容院出来后 上了一辆豪车的副驾驶 开车的司机是个秃头男 我听不清两人说了什么 但是看上去非常的亲密 我大概能猜到 徐愿愿很有可能是被人给包养了 晚上我妈带我出席酒会 我闲得无聊就到门口抽烟 只见赵俏俏穿着礼服从卡宴上下来 宛若落入凡间的仙子 美得如梦如幻 害我差点惊掉下巴 不得不用手向上拖了一下 下一秒 徐愿这个碍眼的家伙也从车上走了下来 一身高顶西装 人模狗样的 视线掠过 我仿佛又看到了第三个属人 坐在驾驶位上的秃头司机 听见赵俏俏对她说 陈叔叔 你不用等我了 一会儿我跟表哥的车一起走几秒钟的功夫 信息量暴增 徐愿愿被司机包养 还有徐愿竟是赵俏俏的表哥 一时间 我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徘徊之际 赵俏俏已经站在离我三不远的地方 眉头微皱 一脸的恨铁不成钢 马大伟 你又抽烟 我下意识地把烟扔到地上 狠狠碾了两脚 没 没抽 钢 钢点上 徐愿在一旁笑弯了腰 马大伟 你还是不是男人 怎么这么怂 我爸说过 听老婆的话 会发财 赵俏俏立刻反驳 谁是你老婆 我嬉皮笑脸的耍起无赖 谁生气 谁就是借着这次见面的机会 我赶紧把徐愿怀孕和毁容的事解释清楚 生怕再耽误下去 可真就没媳妇了 久会结束后 赵俏俏问出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 那你到底有没有和徐愿愿在一起过 没有 我语气坚定地说道 哥的一世英明 千万不能毁在一个拜金女的身上 没想到 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徐愿愿把我们当初的聊天内容 截图发给了赵俏俏 当赵俏俏转给我看时 还顺便附述了一遍 可以当我女朋友吗 可以好不容易缓和的关系 在此刻土帮瓦解 徐愿愿你的毒妇 给老子等着 我注册了一个小号 以游戏的名义 加上她的微信 每天在朋友圈晒豪车 名表 各种大牌的衣服鞋子 还有被综艺取景的庄园 坐在八百平大的客厅里 吃着国外运输来的稀有水果 到五星级酒店打卡 去最贵的奢侈品店消费 把有钱两个字发挥到了极致 就等着徐愿愿找上门来 不出三日 徐愿愿就沉不住气 给我的小号发来信息 她把自己塑造成 感情空白的千金小姐 自小被家里人保护得很好 没有谈过恋爱 我夸她 现在像你这么单纯的女孩不多了 我要是认识你 一定会追你的每次聊天 我都会时不时表达一下 对她的爱慕之情 隔着屏幕 我都能感觉到 徐愿愿那张虚荣的嘴脸 一周后 我以网友的名义 送给徐愿愿一个录的包 第二天是腰带 第三天是高跟鞋 在我的超能力加持下 都借了个遍 各种名牌跟不要钱似的 一股脑的往徐愿愿的怀里送 目的就是要把新的追求者比下去 同时被两个富二代追求 徐愿愿的心态也急速地膨胀起来 每天跟只花孔雀一样 在学校里四处溜达下半 见时机差不多的时候 我提出想让徐愿愿当我女朋友的想法 徐愿愿怕我发现她的秘密 勉强回了剧 我还没准备好吗 等过段时间看看你的表现再说吧 要看我的表现 我的表现就是没有表现 自此以后 我再也没给她送过东西 突然的失落感 打得徐愿愿措手不及 她沉不住气 悬横之下 终于和李萧提出了分手 李萧是个极端分子 她舔了徐愿愿这么久 还为她欠下巨额债务 要是徐愿愿真不要她了 她一定会做出意想不到的反击 我当着李萧的面 故意提起徐愿愿千金小姐的身份 要是谁能娶到华盛董事长的女儿 这辈子可就飞黄腾达了一句话 再次激起李萧的斗志 她屁股都没坐热 又拿起外套离开了宿舍 晚上睡觉前 我收到徐愿愿发来的信息 有人在宿舍楼下跟她表白 动静到得很大 她现在很害怕 不知该如何是好 我告诉徐愿愿不用管她 等她累了自然会走 后来学校保安过来把李萧带走 对她进行了长大一个小时的批评教育 徐愿愿现在把李萧说成 是一个狂热的追求者 一个劲地用她刺激我 开玩笑说 你再不表示表示 我就真跟别人跑了不出半个小时 我又送给她一块名表 徐愿愿从闪送员手里接过去时 脸上都笑得卡粉了 对付这种女人 根本用不到动脑子 花钱就行 徐愿愿把我送给她的表 带到李萧面前下拜 骂她是个妈宝男 都快二十岁了 连谈恋爱都要家里人管 李萧被她气得不轻 问她到底想干什么 徐愿愿趁机再次提出分手 这句话把李萧彻底激怒 她头也不回地冲出教室 一路跑到六楼的楼顶上 徐愿愿 你要是敢跟我分手 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徐愿愿下的不轻 想在人群的掩饰下抓紧逃走 结果被认识的同学抓住 劝她赶紧把李萧喊下来 不一会儿 楼顶下围满了同学 楼顶上也去了几位老师 我站在下面 眯着眼往上看 只能看到李萧的半个脑袋 徐愿愿给我发信息 说她那个疯狂的追求者 要为了她自杀 问我该怎么办 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回她 你要是如此摇摆不定的话 就跟她在一起吧 欲擒故纵 我也会 徐愿愿坚定决心 把李萧送给她的东西 都拿来扔在她面前 李萧 我现在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你 你不要再缠走了好不好 李萧一条腿搭在外面 怨目猙獰地喊道 老子在你身上花了五百多万 你要是想分手 就先把这些钱还给我 徐愿愿一听 顿时露出鄙夷的神情 才五百万而已 你爸连一个亿的图书馆都能捐 还差这五百万吗 这些不过是李萧用来骗徐愿的谎话 没想到被她拿来堵她的嘴 那你爸还是话上的董事长吗 不会连五百万都还不起吧 围观同学发出疑问 他们不会是因为对方的身份 才在一起的把这句话提醒了徐愿愿 她像是发现了什么一样 脸色变了又变 李萧 你真的是因为我是董事长的女儿 才接近的我 李萧反驳她 难道你不是因为我家有钱 才接近的我吗 此话一出 两人顿时幡然醒悟 几乎同时说出同一句话来 你的身份也是假的 知道真相的两人 瞬间扭打在一起 李萧作为男人 身高和力气都占上风 几下就把徐愿愿打趴在地 要不是老师和同学拦着 她怎么也得把徐愿愿的嘴脸撕落 你的贱女人 连老子的钱都敢骗 你要是不还钱 我就把你那点破事都抖落出来 让你在学校抬不起头来 徐愿愿蜷缩在地上 捂着头大喊 李萧 你以为你就干净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 是苍蝇嫌弃区 一个臭过一个 警察赶来后才把两人分开 李萧的脸上 被徐愿愿挠出一道一道的血痕 徐愿愿后脑勺的头皮 都被李萧薅去一大半 血刺乎拉的 看着圣人 事后 徐愿愿把受伤的照片发给我看 谎称是被狂热追求者报复 为了安慰她受伤的心灵 我提议说请她吃饭 徐愿愿说 我现在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丑了 不适合跟你见面 她给我发过来的照片 至少看了十几美颜 在我看来 她说的丑就是太过谦虚的表现 宝贝 你在我心里 是最美的把徐愿愿哄开心后 我给她发了个餐厅定位 我跟她说 我现在人在国外度假 没有时间陪她 我把餐厅座位定好了 你可以带朋友一起去 真的吗 我的朋友可是有点多 我猜到她想借机炫耀 于是大方的表示 带多少都无所谓 时间定在周六的下午 徐愿愿几乎带着全班的女同学 去了餐厅 为什么没有男同学 可能是怕我知道后不高兴吧 那她还真是想太多 我恨不得人越多越好 他们一行人 点了两桌最贵的菜 八万一瓶的红酒开了三瓶 一顿饭下来 一共花了五十多万 不得不夸一句 真能造呀 折腾到晚上十点 他们终于打算回学校了 服务员把账单拿给徐愿愿 她看都不看一眼 直接拍照发给了我 我瞄了瞄上面 五十三万七千六百的价格 直接把手机关机 反扣在桌面上 五分钟后 外面传来吵闹声 我故作自然地出去查看 听到服务员喊我老板 徐愿愿傻眼了 你是这家店的老板 我指了指墙上的营业执照 点头 巧了 前几天刚收购了这家店 徐愿愿拿出手机 继续打云音电话 很明显那边根本不可能 有人会接 连续打了三次后 徐愿愿沉不住气地说 我男朋友是这家的常客 她说可以先记长 抱歉小姐 我们这边不提供设账服务 徐愿愿又把视线落在我身上 眼底闪过一丝金光 马大伟 大家都是同学 你让我们先回去 明天我一定叫我男朋友 过来付钱 这家店法人是我 但是还有其他股东在 我不能为你开了先例 你还是先把钱付了再说吧 跟着一起过来的同学 也等不及开始催促 是啊愿愿 你赶紧先把钱付了吧 再晚一会就回不去宿舍了 徐愿愿拿有钱 她把同学们打发走后 又拨通了另外一个号码 二十分钟过去 一个秃头男 从卡燕的架势位上下来 挺着大肚腾 一脸的不悦 到底有什么急事 这么晚把我喊来 徐愿愿立马扭着水蛇腰 攀上男人的胳膊 诚哥 这一生 要多妹有多妹 中年男人那双绿豆眼里 瞬间充满原始的欲 徐愿愿也不知道 舍什么招数 这位诚哥痛快地帮他付了钱 我心想 画上的司机 都这么赚钱的吗 我上前拦住要离开的两人 把名牌递给了诚哥 我们餐厅也提供商务宴请 你要是有需要 可以随时联系我 诚哥逆了一眼 我手里的名牌 十分嫌弃的撇嘴 你们这种档次的餐厅 还配不上我的客户 喝 瞧不起人是吧 我们山水有相逢 走着瞧 不出意外 徐愿愿今晚是属于诚哥的 他们入住的恰好是我家的酒店 我把房间号 以匿名的形式发给了李霄 今晚注定是个不眠夜 我特意穿了件后外套 躲在大厅角落的沙发上看戏 窗外滑灯点点 哪怕也是深夜 整座城市依旧繁华不减 李霄气势冲冲地赶来 身上穿着睡衣 脚上踏着人字拖 手上还拿着棒球棍 我心中一阵唏嘘 不会要闹出人命来吧 在李霄消失在电梯口后 我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一声尖叫声过后 徐愿愿裹着浴巾 从楼上连滚带爬地跑了下来 紧随其后的是陈哥的英姿 身上只剩一条四脚裤衩 李霄举着棒球棍 在后面慢慢咧咧地追上来 眼神凶狠得像是要吃人一般 甚是害人 陈哥的卡焰就停在门口 两人想都没想地直奔车里 以最快的速度锁上车门 李霄先人一步挡在车前 用棒球棍指着车里的两人 下车 他们见李霄这副杀人模样 根本不敢下来 陈哥在车里大喊 你给我让开 信不信我撞死你 我赌他肯定不敢 这车又不是他的 真要出什么事 他的饭碗都难保 李霄见状怒气大发 举起棒球棍狠狠地砸向了车头位置 只听砰的一声 我在心里数着 十万第二声 又十万 几声下去 车身上多出几个大凹陷 终于警笛声响起 李霄的暴行被警察成功制止 连同徐愿愿和陈哥 三人一起被带到警局问话 当我出现在警察局门口时 正碰上赵叔叔的秘书 当着三人的面 我们开始做起自我介绍 我叫马大伟 是酒店的老板 我是华盛集团的首席秘书 过来协商一下 汽车受损的赔偿问题 李霄一听来人是首席秘书 以为他是为了徐愿愿来的 立马换上一副讨好的表情 上前和人家握手 你好你好 我是愿愿的男朋友 刚才就是一个小误会 我站在一旁 忍不住笑出声来 徐愿愿皱着没问 你笑什么 我说 我像你俩光长个子 不长脑子从首席秘书出现 陈哥就缩起脑袋 不敢看人 只见他指向李霄 微微诺诺道 老板的车是被这个小伙子砸坏的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徐愿愿瞪着眼问他 什么老板的车 这车不是你的吗 首席秘书告诉徐愿愿 陈哥只是赵家的司机 并不是车的主人 过去好一会 徐愿愿都没缓过进来 嘴里一指难难道 你们既然都是骗子 根本就不是什么有钱人 他贪坐在地上 一会哭一会笑 最后因为接受不了现实 彻底疯狂起来 他发疯一般对着陈哥 拳打脚踢 嚷嚷着叫他赔偿 他的精神损失费 陈哥自身都难保 一把把徐愿愿推开 躲在警察身后诉愿 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 他和我在一起 就是你请我愿的事 我可没少在他身上花钱 陈哥把花在徐愿愿身上的钱 一笔一笔都记在了手机上 他拿出来给警察看 总共有两百多万 这么一对比 李霄才是真正的冤大头 他花了有五百多万 李霄也看出了问题 徐愿愿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就已经给陈哥包养了 他气不过 又想动手打人 要不是警察拉着 此刻免不了一场 酣畅淋漓的三角大战 我简单做完笔录后 准备回去 路过徐愿愿 他拦住我 枯花的脸上五颜六色 煞事精彩 徐愿愿也没忘记钓鱼 我不是富二代 就是家里有点小钱 徐愿愿听后 拉了拉身上 本就不富裕的露气装 露出傲人的事业线 马哥 咱俩好歹也在一起过 你看今天这事 能不能帮妹妹一把 我急忙跳出去三步远 你别跟我在这哥哥妹妹的 我可承受不起 我指着里面正在做笔录的两人 看见没 里面那两位 才是你的好哥哥 没给徐愿愿再贴上来的机会 我以最快的速度冲了出去 刚坐上车 我就给律师发去信息 徐愿愿当初欠我的赔偿款 只还了李肖给我的一万 给我告他 再不还 就让他上失信人名单 李肖出事后 他爸爸被老师请到了学校 他爸爸不仅是个酒鬼 还是赌徒 他手里提着一把菜头 横眉怒目的在学校里找李肖 一见到李肖 就扬起手里的刀冲了上去 李肖下的掉头就跑 正撞上迎面走来的苏愿愿 此时 李爸爸也追了上来 他手里高举着菜刀 骂李肖 你这个没出息的龟孙 老子花钱是让你来学习的 不是让你来搞破鞋的 打小就没出息 长大后也只会给老子丢人现眼 李肖自尊心本就要强 加上病交的属性 几句话就把他刺激到顶点 徐愿愿还在一旁添油加醋 李肖 你爸爸说的一点都没错 你这个人注定没什么大出息 李肖的神情渐渐开始扭曲 身侧的双手紧握成拳 轻轻爆起 说时迟那时快 李肖一把读过他爸爸手里的菜刀 手起刀落 从徐愿愿的脸上划过 刹那间 空气开始凝滞 所有人都屏住一口气 一声痛苦的尖叫声刺破长空 鲜血从徐愿愿指尖流出 猙獰的伤口从他的额头 来到下巴 横贯了整张脸 菜刀上的血珠从刀尖低落 让气氛舒染变得阴森恐怖 围观的同学吓到四处逃窜 我也躲进一旁的楼梯间 拨打了急救电话 徐愿愿被救护车拉走后 我望着远处有点愣神 夕阳很美 微风不燥 因果报应 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李肖因故意伤人罪被判了刑 有生之年 他还有一千多万的债务要偿还 徐愿愿被列上了失信任名单 学校也开除了他的学籍 这一辈子 他唯一能做的工作 就是他最嫌弃的拉破烂 收废品 后来听说 徐愿愿确实跺过胎 不过孩子到底是谁的 就无从得知了 他出院那天 我再次把微信切换到小号 消息如暴风雨般 一条接一条的涌了进来 亲爱的 你去哪里了 我怎么联系不到你 这顿饭花了五十多万 我先把钱垫上了 你记得转我哦 你的大骗子 要是被我抓住 你就死定了 我把这个小号彻底注销 永久退出 徐愿愿为了赚钱致敛 把我之前以往有名逆送她的礼物 都拿到校园门口转卖 为了避免更多人上当受骗 我买了个喇叭 放在路边的花坛上 假货 假货 都是假货 来回循环播放 我怎么可能会送她真的 从一开始就全都是假的 不过是用来 记李肖的手段罢了 徐愿能蒙蔽人的双眼 看不清到底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不然她和李肖 也不会纠缠这么久 都没发现对方的假身份 我远远看到 陈哥就站在马路对面 死死的盯着徐愿愿不放 徐愿愿发现后 连地上的东西都不要了 拔腿就跑 我只不过是 跟赵叔叔提了的行 就让陈哥丢掉了工作 他一个司机能赚这么多钱 私下里肯定出卖过 雇主的个人信息 华盛集团董事长的行踪 多少人花钱都买不到 只要陈哥动一动手指头 就有人往他口袋里送钱 徐愿愿害他丢了肥差 他又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呢 解决完所有人后 我开启了第二轮计划 猛追赵俏俏 我每天在他必经之路上出现 狂刷存在感 遇见你是我这辈子 最美好的邂逅 我希望你能接受 我深深的爱意第一天 醋 你是我每一颗心跳 每一次呼吸 每一滴泪水 每一次笑容 我爱你 就像生命爱着阳光第二天 醋 我终是喜欢你 向月光洒了八千里 不远万里第三天 马大伟 你要是在犯病 我真要报警了 我舔着脸道 报吧 报吧 让警察叔叔来咽咽我的真心 赵俏俏 醋 直到毕业那天 赵俏俏坐上了出国留学的飞机 我才反应过来 合着从一开始就是我的一厢情愿 富二代的白月光出国了 我是不是该找个替身 以解相思之苦 怎么可能 哥又不是买不起飞机票 整整一年 我在两个国家之间 往返过无数次 终于在我弃而不舍的坚持下 报得美人归 最后一次出国 我在异国他乡 碰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失去双腿的徐愿愿 在路上沿街起考 我过去确定了一下 还真是她 她看到我 下意识地低下头 一脸都无地自容 徐愿愿 你怎么变成这样啊 是陈哥怀恨在心 把徐愿愿强行卖给了人贩子 徐愿愿在逃跑时 摔断了双腿 被人贩子带回去后 低价卖到了国外 徐愿愿抓住我的裤脚乞求 马哥 求你就救我吧 我想回家 马大尾 对面传来赵俏俏的声音 隐约听出一丝 久别重重的喜悦 我把腿使进后撤一步 裤脚从她的手里挣脱 又从口袋掏出一张外壁 放在徐愿愿面前的碗里 没有再说一句话 我转身奔向此生之爱 刚才那人你认识吗 不认识 一个乞丐而已 全文完 全文完